執行任務 以後是我找樂子 賺的錢那麼少 那我要怎麼存錢 才能夠養老 應該用什麼樣的心態 出去旅遊 你為什麼喜歡在家裡 請朋友來吃飯 老爸你除了唱歌之外 你還有什麼其他的興趣 那人只要沒有工作 人就會危掉 主要就是生命的重心 生活的重心不見了 其實人都是說我刺激 你才會成長 你要自己去學習怎麼樣 妥善自己 成就改不一定都是工作 看看這些東西想想 這個世界有什麼無限的可能